音乐强强先前带家人到越南拍片 不料妹妹的女友小妞喝醉酒闹事 让她忍不住打妈对方 影片上线后引起部分网友不满 质疑她拍片没有经过小妞的同意 为什么不把对方打马赛克等等 对此强强在最新的影片中回应称 妹妹的女友一直都知道自己就是这样记录生活的 而且对方在初次见面时还主动跟镜头打招呼 随后致并未加上马赛克 小妞在拍摄期间喝得烂醉 确实耽误了她们的工作 甚至被迫更改拍摄计划 因此她必须播出当下画面说明情况 此外有人质疑小妞之所以喝醉 是因为遭受到冷落 对此强强和团队成员解释到 频道的主角是强强本人 所以主要还是会拍摄强强 但在镜头外大家也都很关照小妞 只是拍摄时店内环境喧闹 加上团队都在忙工作 才没发现小妞自己狂点酒喝醉了 而旁观者强霸认为小妞是妹妹带去的 理因由妹妹负起责任 强强不该介入管教对方 导致被误会是在霸凌小妞 因此下次应该让妹妹自行处理 既留了面子给对方 也能避免引起争议呢